本来今天想做个话鱼炖豆腐的 但是卖鱼大哥今天家没货 看他家的菠菜还不错 买一点回去清炒 一顿吃的一顿吃 够了够了 6万元 买上一点韭菜做韭菜煎嫩 谢味姑收汤 莲藕做丸子 豆腐做酱振豆腐 2块5一包 9加3块 9加3块 3块5加1块5 5加2块5 7块5 再买上一点前腿肉 这个搞一半我搅啥的吧 要哪个 多一点 13块钱就少了 够了够了 把回去自己搅吧 把皮料吃下来 今天的菜都非常的简单 我们先来做莲藕肉丸汤 前腿肉切碎 再剁成肉末 用手剁出来的肉馅口感会更有弹性 莲藕切成片 改成丝 再切成末 剁好的肉馅加上盐 白胡椒粉 这个是拍碎的葱姜 泡的葱姜水 用干硬的手搅拌均匀 绝对有点干了 再加上一点葱姜水 按照一斤肉馅 三两水的比例添加 搅拌到肉馅阻力变大 肉馅拉丝就可以了 在餐上切碎了莲藕 再次搅拌均匀 这里要注意了 莲藕末要等到肉馅 搅拌上筋之后再放 不然做出的丸子没有筋 容易散 锅中水烧开 调成小火 肉馅用虎口搓成丸子 放进去 蟹味菇去掉根部 清洗干净 撕成小朵放进去 加上盐 白胡椒粉调味 水烧开了之后 调成中火 煮上五分钟就可以了 煮好了之后 拧上一点芝麻香油 撒上葱花 一道非常好喝的 盐藕肉丸汤就做好了 韭菜清洗干净 切碎 里面打上四到五个鸡蛋 调味只需加上一点盐 然后搅拌均匀 锅中倒油 油温四成热 下入蛋液 开中小火来煎 里面煎定型了之后 给它翻一面 就像这样金香的翻面 防止蛋液煎糊了 蛋液煎到完全定型 把鸡蛋煎熟 然后分成小块 再简单的炒两下 就可以出锅了 豆腐用勺子挖成小块 上面放上青椒碎 蒜末 盐 百年辣酱 黄豆酱 生抽 鸡精 再加上一点猪油蒸香 大火上汽蒸上10分钟 一道简单又下饭的酱蒸豆腐就做好了 这种菠菜呢就是农家种的 特别的嫩 只需要拍几个大蒜 简单的清炒一下 就很好吃了 锅中倒油 先炒香蒜末 然后下入菠菜 开大火把菠菜炒软 菠菜炒软之后 再加上盐调味 再把盐味炒匀 就可以出锅了 今天的菜差不多用了40分钟就做好了 好了 我们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没有反应吗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拿这个很轻松是吧 很轻松 要是你吃得好的话 我每次都给你 有 很厉害 那你要保持 我把我盐了 我把我盐了 我让你吃饭也不快 快吃饭快 这边的蔬菜都香 给一个 不吃原刀了 吃个原刀吧 好吗 对 你吃饭就有原刀了 再拿一刷 哎呀 吃到饭就了 嗨嗨 我是特别玩 怕我玩手 哎呀 你是不是搞烫还搞吗 烫肉 这个菜都弄好了